为了得出一个状态函数 我讲很多定义和推导 像U就是系统在PV图中任意一点的热力学能 一个状态对应一个值 比方说在这个点U等于5 经历整个卡诺循环后回到A U仍然等于5 它不应该改变 它不取决于到达这点的途径 所以如果我们在PV图上不走寻常路 回到这U应该还是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状态函数的特征 它取决于它在PV图中的位置 只取决于最终的状态而非途径 所以说热量不是一个能用的状态函数 例如如果我想要定义一个与热相关的状态函数 比如热容量 我定义热容量等于系统热量的增量 回到我们的卡诺循环 假设这的热容量是10 从A到B系统得到一些热量 然后相安无事 因为B到C是绝热的 接着从C到D释放了一些热量 不过释放的比吸收的少 而这热什么的没有变化 所以系统确实吸收了一些热 整个循环当中 系统吸收的净热量应该等于Q1减去Q2 而且我们知道Q1大于Q2 那么给系统加上的净热 等于我们对系统做的功 因为热力学能没有变 所以如果这是0 我们给系统输入的热 就等于系统做的功 走了一圈回来 热力学能变为0 系统做的功等于这个阴影的面积 这在两集之前我曾说过 所以如果我们给系统输入这些热量 如果初始热容量为10 就是我刚刚编出来的那个 神秘的热容量 循环一次热容量会是10加W 再一次就等于10加2W 然后是10加3W 所以热容量不是严格的状态函数 因为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途径 如果我继续循环 它继续增加 尽管最后都回到同一点 所以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状态函数 其中我定义了热容量的变化 等于系统吸收的热 它不是一个有效的状态函数 忽视它 现在我们有了Q1 系统吸收的热比释放的多 所以净热量是正的 有意思的地方又出来了 系统处于较高温时吸收了热量 然后在较低温时释放热量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定义 另一个状态函数 它经过一个循环后 仍然可以回到一样的大小 我们来实验一下 虽然我知道这个实验的结果 如果我不知道 我就不讲了 我定义一个状态函数 S 然后呢 S发生了变化 假设 DELTA S 我正在编一个定义了 等于系统获得的热除以 系统温度的增加 现在我还不知道它的实际意义 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也许我们会发现 这个S怎么颠覆我们的三观 先来看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状态函数 经历一个卡诺循环后 DELTA S应该是0对吧 作为一个合适的状态函数 我们要给它负一个值 假设是100 随便了 一旦回到循环起点 它应该还是100 或者说是DELTA S是0 那么什么是DELTA S DELTA S如果系统走了一圈 让我用另一种颜色把它写下来 DELTA S 写个下标C来表示卡诺循环 在卡诺循环里 DELTA S等于 从A到B温度不变 然后还得到了Q1 这是Q1 这是T1 好了 然后从B到C绝热过程 不吸收也不释放热量 则这个值Q除以T就是0 这项加上0 然后从C到D温度变了 等温线也变了 系统温度是T2 系统释放了热量 不然不会有这个标志 假设这是Q2吧 我一会儿再来解决这个 加上Q2 我们知道这只是负数 最后从D到A 又是个绝热过程 没有热交换 加0 没错吧 分子是0 你懂得温度变了 但整项等于0 所以整个这个应该是0 这样S才是一个有效的状态函数 接下来要搞清楚这个值有什么意义 所以Q1 那么神秘新状态函数的变化 DOTS 历经整个卡路循环后 等于Q1除以T1加上Q2除以T2 地球人都知道Q2是负的 那么Q1呢 咱可以求出Q1吗 当我们在等温线上时 温度不变 热力学能不变 那么热力学能不变 如果是DOTS U是0 那么系统获得的热 等于系统做的功 也就是曲线下的面积 不仅仅是围起来的面积 而是曲线下的整个区域 那整个曲线下的面积是多少 我做点小讲解 Q1等于从A到B系统做的功 功要记住 可以写成压强乘以体积的变化 这里要用到一点点微积分 我用DV来表示一个小的体积变化 然后我们对这些所有的小体积圆 DV是体积的极微小的变化 在这里乘以压强 变成了细长的长方形 然后把所有的长方形加起来 从起始的VA 到最后的VB 那Q2等于什么呢 Q2本质上和Q1是一回事 也是系统做的功 在这里应该是一个复数 因为从这到这儿 环境对系统做功了 对吧 Q2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热就从系统中被释放了 所以我们要从哪是起点 从VC到VD 现在我们看看这些积分式 原来可是讲过的 我们利用这所有这些过程 从A到B 从C到D 它们都是在等温线上进行的 对吧 所以唯一在变的 就是体积和压强了 温度没有变化 那么我们回到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即PV等于NRT 做一个小变换 等式两边同时除以V 然后再带回适中 P即为V的函数 我们就推荐出了曲线的方程 就可以处理曲线下的面积了 Q1等于从VA到VB的一个定积分 也就是NRT除以V乘以DV 而Q2就等于从VC到VD的定积分 从VC到VD对 也就是NRT除以V乘以DV的积分 这两个式子其实差不多的 好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这两个过程 我们都是在一条等温线上 温度都是个常数 而且我们知道温度是多少 VA到VB时温度为T1 因为热源的关系 VC到VD温度为T2 这也是因为有个冷源 对吧 T2从C到D T1从A到B 这些是咱们的温度 它们是恒定的 好 所以而N是恒定的 R是一个常数 N是分子的物质的量 然后温度也是恒定的 所以可以 我们可以写成 Q1等于 N2T1乘以1除以V乘以DV 从VAG到VB 而Q2等于N2T2 乘以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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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VC到VD的积分 好 现在积分就可以直接了当地算了 V分之一的不定积分 就是V的自然数 所以Q1等于N2T1 所以Q1等于N2T1 然后看Q2 来让老师就此了结整个方程 所以这等于什么呢 这等于LogVB 减去LogVA 和LogVB除以VA是一回事 再乘以N2T1 所有的这些等于Q1 同理Q2等于多少 Q2等于N2T2 唯一不同的是 原来是VB 现在是VD 哦 错了 现在是LogVD 原来的VA变成了VC 所以除以VC 好 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函数 那么 DOTS 无论中间S的值是多少 DOTS等于0 意味着S不变 也就意味着他们加起来等于0 Q1除以T1 加上Q2除以T2 所以Q1除以T1等于那个除以T1 所以我们的神秘状态函数的变化 经过一个卡诺循环等于Q1除以T1 加上Q2除以T2 也等于N2 乘以LogVB除以VA 这是这一块 然后加上Q2除以T2 等于N2乘以LogVD除以VC 这是VC 这是个VA 好 看看我们能得出什么 N乘以R 我们提取公因子N2 而LogA加LogB 等于LogAB 所以这个等于N2乘以LogVB除以VA乘以VD除以VC 那么这就是DOTS 我们要证明的状态函数 现在它等于什么 如果两边都除以 都除以分子分母同时除以VC 让我把这个分数同时除以分子分母 也就是除以VC除以VD 或者乘以它们的分母比分子 所以我可以整理成LogVB除以VA乘以 哦 再除以VC除以VD 对吧 就等于它们的倒数嘛 只是个分数变化 好 除以倒数代替乘以自身 现在你们明白我之前的努力了吧 这个等于什么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 我解释了VB除以VA等于VC除以VD 我很辛苦才最终证出来的 既然证明了我们就可以利用它 来说明这个值等于这个值 你用一个数除以自身 彼此相等 就等于1 如果这是1 那么Log1呢 所以状态函数S的变化 DOTS 等于N2乘以Log1 Log1是多少 E的几次密是1 E的零次密是1 就是N2乘以0 总之整个的值就是0就对了 所以它等于0 历经艰险定义了一个关于热的状态函数 如果我们定义DOTS 等于系统获得的热除以温度 温度和热一一对应 这就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函数 虽然我们对它在微观层面上的物理意义还没有什么直观体会 不过至少我们曾经深入的探索了它的性质 如果S在这是10 然后一圈回来 变化量是0 它还是10 如果S是随便吧15 然后经过疯狂旅程又回到了原点 S的变化量仍然是0 是15 我们没S的变化量是0 S还是15了 因此S是一个合格的状态函数 虽然我们还不了解它的意义 以后的视频再说 是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